再来看到吉安乡光华民众休闲运动公园的第一期工程 目前已经建构完成,总面积达5.2公顷 也是吉安乡首座大型的运动公园 而乡长游淑珍表示,花莲县是培育选手最棒的基地 将会以滚动式检讨的方式做各项的配套措施 来提供适性的安全的运动场域 放眼望去绿油油的一大片草皮融入在壮硕的山景之间 其中还有红土棒垒球场搭配一旁的自行车步道 让光华民众休闲运动公园 摆脱过去曾经是垃圾也埋场的脏乱形象 我们光华运动工程总共建置了5.2公顷 在建构之前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早期的整个安全性的评估 因为过去这里地底下买的可能是我们这 长久以来的垃圾 所以我们进行了垃圾早期的一个检验 那目前也是我们吉安乡最大的一个运动公园 那这应该算是第一期的建设工程 涵盖了我们整个建地的一个整地 还有我们的南侧北侧的入口 以及周边道路的一个检验的工程以外 我们也把我们绿色廊道 还有我们的修行棚架 跟我们的照明工程植栽 还有呢因为这里欠缺了厕所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检验的流动厕所 以及我们的棒垒球场的一个建构的基础设施 透过体育署补助的2021万元总预算经费 以及乡民代表会的大力支持 江乡公所推动的光华民众休闲运动公园 希望工程 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期的建构工程 我们刚刚听了这个华人国中 跟我们的乡亲的一个需求 那看来这个一期工程 还没有完全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在第二阶段的部分 也在请公所这边来进行规划 那看看说经费需要多少 我们来继续跟体育署这边来争取 光华民众休闲运动公园 不仅是重新定位成亲子草坪 迎亲共融的互动空间 更是有提供锤球 棒垒球 足球 慢跑 自行车 放风筝 野餐等休闲多功能使用 向掌游淑珍表示 未来会持续争取二期的建构工程 期盼中央能挹注建构力量 将吉安打造出更完善的公共设施环境 光华运动公园有够战 耶 记者许丽勤 吉安箱报导